壁画是人类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 许多珍贵的文明记录都仰赖壁画的解读与保存 桃园市少年培立发展中心举办壁画体验营 认识壁画师的工作 更亲手参与场馆的壁画绘制 而羽毛也象征着未来能够展翅高飞 羽毛细致而生动 流畅的线条交织成梦幻的景象 桃园市少年培立发展中心 与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举办壁画师体验营 邀请青少年参与壁画工作 开拓职业多元可能 这样子的活动去了解他未来的志向是 有更多选择 譬如壁画可能是平常你在聊天当中 你可能不会想到的职业 然后希望他们对于美学这个概念 可以有更丰富的眼界 壁画老师透过简报分享 为孩子们介绍壁画的历史技巧和创作过程 此外在创作前他们会先从认识颜料开始 并进行墙面的粉刷与补涂工作 且绘制的过程相当耗时 平均每天都要在馆内待上8小时 考验着每位少年们的耐心与专注度 而他也腼腆分享自己学画的心得 坦言壁画工作非常辛苦 我觉得这三天蛮好玩的 蛮辛苦的 记得我之前 有来加利利 就是参加这里的活动 他这里有什么活动 我都可以来 一片片羽毛 象征着力量与自由 未来少年陪力中心 也会继续推出各种不同的职业体验 陪伴少年寻找自我认同 开创更多未来的可能